外交国防委员会全场起立为日前发生意外殉职的飞官罗上化默哀 国防部长邱国正也在发生意外后第一次到立院被巡 目前失踪的潘颖尊有最新的搜救进度吗 这个大概就残骸 但这个工作严格讲起来 今天跟昨天没有什么大的进展 但这个工作没有停顿 把握黄金救援72小时 国防部不放弃海陆空搜救持续进行 不过根据残骸初步研判 到底是弹射椅出了问题 还是训练环节中出了差错 然后也没有摆在今年的预算 你今年还用你的维持费来付 对不对 那如果不是礼拜一这个意外的话 可能还没有办法立即就给这个预算 国防部强调失事原因还有在调查 不过去年飞官朱冠蒙讯之后 国防部与全面着手F5系列战机的弹射座椅 态换速度 短短半年不到 接连造成两名飞官殉职一名失踪 空军不得不与厂商协调 礼拼在年体前全数态换弹射座椅 也证实在3月19日批准预算 要在最短时间内换上最新的弹射椅 避免类似的不幸事件 一再发生 欢迎新闻 蔡宇智 林凯伦 台词没有道